这些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根据社会时事画的一些肖像 这个是普京 普京他是很反对同性恋平权的这个活动的 给了一个很娘里娘气的一个肖像 画这个邢进屏就是他刚好 可以无限期连任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又觉得跟自己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又觉得其实跟自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张是金斯伯格 她是美国第一位犹太裔的最高法院的女大法官 我叫马慧 去年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 现在是一名自由插画师 我始终希望我画的画能够反映现实 在川普上台之后 校园枪战就没有停止过 最近的一次是5月18号 发生了枪击案 然后这些政客是怎么反应的 会把这些画下来 今天准备要画一个 美国枪支协会新一届的会长 奥利福诺斯 新的这个会长 有一次演讲就说 这个校园枪战大面积的这种人员伤亡 并不是美国枪支协会的这个过错 我觉得就很扯 想用绿色和蓝色 这两种颜色配在一起 就是像迪士尼卡通人物里边那种怪人 今天画的会比较放松 我想要表现出他就是有点捉摸不透 但是总体来说给人印象不是很好的一个人 通过描绘每个人的肖像 然后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主张 了解社会和现状 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政治实施 都是一些抽象空洞的 它是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国内可能插画的环境 好像主要是以小清心 小确幸 就很可爱 然后主题上感觉太关注自我的内心 反而就是偏离现实 上大学的时候 我在清华读的是工艺美术专业 然后那时候开始就是考虑男女的关系 在社会中的一个权力的不平等什么的 这些插画可能会在当时人人网 自己的那个相册里发一发 然后就是会有朋友看到 说哎呀你这个就好激进啊 什么什么东西 是吗 哈哈 来到美国之后 激励自己每天要画一点东西 然后把自己关注的事情 不要就是放在心里 然后就是把它吐出来 画出来 然后写下来 po在脸书上 po在那个instagram上 然后就发现很多人 很多陌生人都看到点赞 现在的我更善于表达我在想什么 也更敢于表达吧 即使是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每个人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集合在一起 始终会是一个推动社会的过程 好 好 好